你们两个阿呆又来找我干嘛呀 嘿 你个怪物又说我们是阿呆 得过个儿让我收拾他 猪狮小你一边去让我来 嘿 好 猪狮小你看我买了一辆新能源 听说这个新能源可内海了 可以智能驾驶啊 我手都不用动它就可以开来开去了 怎么样是不是很高科技 羡慕吧 喜欢吗 是不是嫉妒我了 看好我要飞起来了 唉 唉 怎么不受控制啦 喂 开到坑里面来了 事工总要 男人物具无为 可以快快看我的手 就没有我这个手帅不帅 不用回来了 不是 我说猪猪侠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 你这个手可真奇怪啊 什么可奇怪的 这个箱子才奇怪 你看 我把它倒啊 掉一口里面就变出了一个人 嘿 这个人长得很奇怪啊 来吧 我有你砸这个怪物 嘿 猪猪侠 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砸我干什么 等我刚才说我砸他干什么 我们有那箱没怪物 不是挺挺低的吗 猪猪侠你说的没错 让我把这个箱子也打开 然后用这个东西去打他 喂 这是什么东西啊 有有有有有 贴到我脸上了呗 小二半米 呆瓜哥 你可真笨 这是机器人呀 你看用这个机器人去消灭这个怪物多好 这个怪物现在已经是云头正香 找不到方向了 猪猪你可真厉害 看在你这么厉害的份上 这个箱子给你 你把它打开吧 这怪物我黑了 哎呀 是谁把我放出来的 我生气了 呜 什么情况啊 你这个怪物这么厉害吗 啃使这个游戏真的是太好玩了 我借了石魔的分段斧 才发现这个玩意儿我的属性点太低 打了一大堆人以后 现在的熟练度只有17 不行啊 就算是个神器在我手里 现在也只是一把废田 所以我带着这个分段斧来到了误人的地盘 因为误人多嘛 运气他们的属性低 刚好可以用这一个分段斧来打他们 帮我提升一下属性 不得不说这一个分段斧是真厉害 基本上是一敲一个 有时候是一敲两个或者一敲三个 万万没想到这一个分段斧还是成片攻击 这个不错呀 对于我这样的人棍独行侠来说 刚刚好 每次都是一群人打我 要是下一次再回到联合城 他们一群人打我的时候 我掏出这个分段斧一阵乱批 不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解决掉了吗 哎 这一个巫人在干什么 好诡异啊 他在对着这一个木桩 啃呀啃 喂老兄 我说你饿了也不用这样吧 哎 走近了我才看到 原来这个树桩上面捆了一个食人竹 万万没想到呀 吃人的食人竹这一次被这些巫人给吃了 并且还是生吃 喂 人家这些食人竹好歹考一下 你们就这样生吃 也太不卫生了吧 哎 又来了一个 你们两个人一块吃 而且还把脑袋重合在一起啊 又没有搞错 真的太搞笑了 还有后面这一群 他们是看到我了吗 回到地上 再求我饶了他们 嘿嘿 太诡异了 好吧 他们玩他们的 我现在得锻炼呀 我得把你们打败 这样我的分段符的熟练度才能提高不是吗 不过打了九九八十一个小时 这个分段符的熟练度没有提高多少 我胸部受的伤反而是越来越壮 没想到最后还被这些巫人打晕了 玩鹰的被鹰捉了眼睛 这可真是花了天下之大忌呀 还好这一次我醒来的快没有被他们生吃 算了算了 我们到这一个雾霾中间的城市去休息一下 对于这一个城市我是非常疑惑的 因为它周围全是雾人 就他们一座城市在这中间立着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靠什么活过来的 不过这里的物价着实是低啊 这一个床只要五十开闭 原来这一个游戏跟现实世界是一样的 越是偏远的地方 物价越便宜 其实这也是我在现实当中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越繁华的地方明明是物资充沛 为什么他们的物价还非常高 而偏远的地方物资特别匮乏 反而他们那里的东西非常便宜 真的是太奇怪了 不过现在我的重型武器的熟练度只有四十 哎呀我去 这半天算是白练了 要是我去打一个骆驼 也不止这么一点熟练度吧 关键的是我胸部的防御力这么低 以后不管跟谁干仗都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必须得去提高防御力 提高防御 那就要去买盔甲 在这一个盒中间 有一个传奇的盔甲大师 没错就是这个糟老头了 他卖的这些盔甲还是不错的 有不少的专家级别 也有少数的极品 这一次我们要买一个衬衫 刚刚好 有一个杰作 这个好呀赶紧买上 这是我没有穿衬衫的样子 看起来真的是好楼呀 一看就是流浪汉 一点气质都没有 这是我穿上了衬衫的样子 哇这个气质完全不一样 一下提升了好几个等级啊 这种形象才能衬托我的绝世容颜嘛 对了还不知道武器大师在什么地方的小伙伴 看这里他在奥克兰之壁左边的河里面 只要你们到这个河里面 不停的游泳就可以找到他了 防御提高了 那咱们就来测试一下 这一次咱们就不去找误人了 我们直接来到食人族的老巢 既然来都来了那就把食人族全部消灭掉吧 细心的小伙伴已经发现了这一个分段斧是真厉害呀 打这些食人族基本上是一刀一个 有时候还会一刀一大片 只要我挥一下不是胳膊飞起来就是腿飞起来 这样的杀伤力真的是恐怖如斯啊 说到这里我想做一个实验 来对比一下分段斧还有虫王的刀 以及之前我们用的剑的区别 首先是这一个分段斧 它的攻击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但是它的杀伤力非常高 这些食人族基本上是一下一个 最多的时候可以一下三个 而这个虫王的刀那就有意思了 可能是我的熟练度比较高 它的攻击速度非常快 这个刀非常平均 基本上是一刀一个 在使用这个刀的时候 没有出现一刀两个的情况 可能是因为这个刀比较短的原因 剩下就是这一个剑 这一个剑有时候也可以一刀两个 因为它对人的伤害有属性加成 所以说基本也是一下一个 并且速度也是非常快 而在这三个武器当中 这一个武器的熟练度是最高的 所以也存在着一定差异 如果说分段斧有这么高的熟练度 那就更利天了 绝对比这一个长刀更厉害 看来接下来的工作 我们需要把分段斧的熟练度提升一下了 只要把分段斧的属性提高了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联合城去搞破坏了 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把虫王偷出来以后 没想到他又跑掉了 后面我来到他的城堡里面 但是没有发现他 今天我来了以后 发现这个老小子正在那里烤火 好像是掉到水里面被冻着了吧 好的 让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他好像在思考 难道是伤心了 绝望了 哦 我知道了 他肯定是在发呆 他一定是在想 我究竟是被谁打晕的呀 我的武器又被谁掏走了呀 哎 你不要想了 来 我告诉你 哎呦 我去 怎么回事 没有把他打晕 他反而发现我了 不过没关系 他没有武器 这一次 哈哈哈哈 该我打你了吧 每次都是你打我 还打得那么疼 还每次都把我打晕 现在你没有武器了 你不厉害了吧 不嚣张了吧 打不过了吧 你也知道被挨揍的滋味了 你别跑 让我再打你一下 我说你这个老小子 哟 还拿小短腿踢我 你没有武器 啥也不是 没想到吧 我用你的武器 玩的比你还溜 哎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不过这一次还是一样 要先给他治疗一下 别等一会儿自己嗝屁了 毕竟是十万个开币 如果一下嗝屁了 那我不就白冒火了吗 好了 把他扛起来 接下来 就是要把他送到沙克人那里 哇哈哈 我又偷到虫师了 这次好像不是偷的 是捉的 活着就把他捉走了 而这一次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没有被蜘蛛盯上 所以也很顺利的到达了岸边 并且也很顺利的来到了沙克人的城堡 你猜怎么着 这个沙克人还夸奖我 你们肯定不知道 这一个沙克人平时可高傲了 像我们这种扮机械人来 他们完全看不上 并且我还比他矮 你看他有一米八 我猜一米六 不过这次我抓了虫王来 他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他还说我是自己人 我说你有没有搞错 睁到你的眼睛看看 我可不是沙克猪 我是人类 好吧 不跟他废话 我把虫王直接交给他们的老大 他们的老大是埃萨克摩石 就是这个了 不过他平时穿的有衣服 今天怎么没有穿衣服 我知道了 肯定又是被小偷家族偷走了 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一个沙克族睡觉的时候 不仅打呼噜 而且喜欢被小偷偷 上一次有一个五人组 连裤衩都被偷走了 真的是太溜人了 没想到这一次石魔也被偷走了 看来这些沙克人是没救了 算了我们还是把虫王直接放到这一个笼子里面 有后十万个金币直接到账 哎呀这种感觉真舒服 不过既然来了不拿点东西走 好像也不太合适吧 听说这一个石魔的武器是天下第一 他的战力也是天下第一 嘿嘿有了 那我们把这个石魔的武器拿去玩玩 也是可以的嘛 不过在一楼没有找到石魔 到了二楼找到他了 不是吧 偷袭的成功率只有0% 旁边的摆团守卫是百分之百呀 这一个石魔也太厉害了吧 不过他确实有资本 我不管潜行到哪里 他都一直盯着我 我的一级欲动完全逃不过他的眼睛 果然 沙克第一猛事 民不虚传 你以为就这样算了吗 我就不相信你不睡觉 传说你们可是最爱睡觉的 哎果然你看 石魔又来睡觉了 那对不起了 我可以先把你绑架呀 然后再把你放下来 这样你不就晕倒了吗 我完全不用把你敲晕 他这个武器有17000个开币 果然是一把神兵 我现在拿到虫王的武器 也才16000个开币 你这一个都达到了17000 果然很厉害呀 不过赶紧离开这里 要是被他的手下发现了 那我就完蛋了 石桥残阳 傻瓜 沙克 虫王跪了 夕阳夕下 呆瓜 还想干啥 千万别问我要干嘛 从虫王到石魔 我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 面对这一个大陆上的最强王者 我啥也不是 除了在床上直接把人掳走 别的简直不值一提 抓虫王只是我运气好 在他背后撬了三下 他都没有打我 而这一个石魔 是趁他睡着了 直接把他抓了起来 如果真想偷袭他们 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这一个沙克城的士兵 属性都非常高 如果把他们全部打晕 那我的偷袭技能 不就又可以提升了吗 相信很多小伙伴 已经猜到我要干什么了 刚好 就是他 我们来试一下 很简单嘛 直接把他打 不是吧 我怎么被发现了 在晚上偷袭人也会被发现 这些沙克人果然厉害呀 不过仅仅来这么几个 我还是不怕的 我现在的格挡术 是非常厉害的 不管他们是从前面打我 左边打我或者是右边打我 我都可以完美的格挡 不过这些无敌无人主 是真厉害 三次攻击 两次都可以把我打到 算了 还是保密要紧赶紧跑呀 要是最后被他们打晕了 那我不就完蛋了吗 哎 这该死的沙克人 一天才能做的 我应该是阶级地 我应该可以拒绝了 我跟我们一起胡闹 我应该是阶级地